小燕知道自己没有像续阳那样的决断力,所以她才说她没有本事,在续阳之后统领模组。 但上天像是要跟她作对一般,她希望续阳能好好的,结果续阳病到了,一天之内从病重到病危。 她慌慌张张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揪着衣食衣领撒气。 少婉的神识画影还留在丹林宫,她已经很虚弱了,本想要好好睡一觉,但小燕这个莽撞的孩子让她担心地睡不着。 她的现身让小燕看到了希望,她问她该怎么办,她反让她自己想。 很少动脑子的小燕开始思考如果是续阳的会怎么做。 少婉服额叹息,看着自己半透明的拳头无奈地放下。 她指使医师拿起桌上的茶壶,往小燕头上砸,越用力越好。 医师在小燕魔君与魔祖祖宗选择了魔祖祖宗,她拿起茶壶,狠狠往小燕魔君头上砸去,巨大的响声把少婉都吓了一跳。 小燕魔君的头很硬就流了一点血,茶壶英勇牺牲,碎成了一片片, 一时顶着小燕魔君凶狠的眼色,吓得连滚呆爬的逃离续阳的寝宫。 少婉挡在小燕面前,问,清醒了吗? 小燕擦干净脸上的血迹,祖宗,这就是你让人清醒的方式。 你该思考的不是这个。 少婉的声音听着让人觉得轻飘飘的,你也不该思考续阳会怎么做。 如果你以后要领导整个魔族,那就该从现在开始去自己思考,而不是活在续阳的阴影下。 小燕因此开始静下心思考,如果是续阳,她不会把自己病危的消息说出去,但小燕会。 事实证明,小燕这个决策是对的,虽然魔族之手并未会让天族那些道貌黯然的神仙蠢蠢欲动,但好歹换来了一个折眼。 四海八荒,最好的遗失的到来,让小燕看到了希望,但折颜亲自打碎这份虚妄的希望。 没救了,短短一句,就宣告结局。 小燕当然不接受,她揪着折颜的领子,将人拎起来,你再说一遍。 折颜淡然地看着小燕,在她眼里小燕就像个无能发怒的孩子。 她道,再说几次都一样,她没救了。 又道,我是四海八荒,最好的医师,在我眼里众生平等,即使是魔族,只要我能救,就一定会救。 但她没救,你再怎么发脾气,她也是一样没救。 小燕什么都听不进去,攥紧拳头,就往折颜脸上招呼。 少婉在这时呵斥一声,小燕助手。 小燕的拳头,停在离折颜,颧骨半寸的距离,看向邵婉。 折颜也不可置信,看向邵婉,当日在碧海苍林,她质问东华墨渊与邵婉的事,东华告诉她要是想知道,什么直接去魔族问邵婉就好了。 她因此借着魔君并威地由头入魔族,此刻真的见到邵婉时,她竟然有些茫然。 邵婉原本想躲着折颜,可看小燕与折颜激进要打起来的架势,她又不得不出来劝架。 她朝折颜仰起一个笑脸,折颜,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邵婉齐身的欲绝,就放在续扬床头,折颜看着她半时半虚的身体,眼中闪过一抹痛色。 揪着自己衣领的小燕,魔君太爱识了,折颜一把将她掀倒,小燕爬起来,催了口,右手握上,腰间配件。 少晚又一个手势制住小燕,小燕,够了,让我来说。 转而问折颜,续扬她真的没救了? 折颜去了颜,躺在床上的续扬,解释道,她本就积劳成疾,底子亏空,又中了上仙血酿的毒,早已药食网衣。 现在还活着,也不过你们的医师,用药吊住了一口气罢。 惋惜道,听说第七天的春雨仙君,前往南荒办事后,便再无音讯,看来已经死于非命。 又问小燕,你们应该已经抓到真凶了吧? 小燕哼了一声,玄之魔君聂出银,受到秒落蛊惑在续扬的吃食里下毒。 续扬带我们几个魔君,向来不错,我们也从无二心,不曾想出了聂出银这个叛徒。 说道气出她一拳打在地上,砸出一个坑。 少晚淡淡补充道,我们问过聂出银要解药,她说没有,小燕就把她杀了。 确实没有。 哲言道,不过小燕,魔君你的心性,还太浮躁,还需再多修炼。 略过小燕的眼神,感叹道,积劳积怨,劳心劳力,续扬是个好魔君,不过她的时辰到了。 少晚接受地点点头,看向小燕,小燕,你出去,我有些撕心话同哲言上审讲。 小燕看了眼哲言,有些纠结,祖宗。 少晚道,去吧,我俩是同族,她不会害我。 见她不动,又道,去吧,魔族需要你。 小燕行礼告退,此刻她急接替虚扬担起魔族的担子。 赤之魔君寝宫里除了昏迷的魔君只剩下折颜,与少晚两人, 这其中的少晚还不算一个完整的人,只是一段神世话影, 真正的她还沉睡在张伟山。 可即使知道这些,看着她的脸,折颜还是忍不住,心头一紧。 少晚,你怎么会弄成这样? 她回过神看到,少晚正朝续扬走去,慌忙地叫住她,别走,我有话问你。 少晚没有回到欲绝里,而是坐到续扬床头。 折颜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只见她静静看着自己,那眼神仿佛在说你问吧。 莫冤,折颜喉间一梗,是不是莫冤害的你? 少晚有准备折颜会这么问,她远眺窗外,黑沉沉的天空。 滴滴道,我和她纠缠了千万年,我俩之间早就不是她害我, 亦或我害她能说清道明的了。 在碧海苍林时,东华还同折颜说,你尽可去问她, 不过她定是,既不说是,也不说非, 她只会说她和莫冤纠缠了太久,已经无法用三言两语形容。 她就是这样,即使莫冤伤害了她,她也依旧爱她。 如今少晚所答,一字一句,皆在东华的预料之下。 折颜有些低落,那就是真的了,我竟错怪了东华这么久。 又有些愤愤不平,你真傻,为了个莫冤纸的吗? 少晚朝她笑,难得见面,你就不能说点让我高兴的吗? 折颜看了她一会,道,不日冬至,东华和凤九将在青秋要婚宴。 少晚笑得更灿烂,那还真是让人高兴的事呢? 又突然脸了笑容,渺落的是,如何? 即使线下虚弱不堪,她也还是关心着渺落的情况, 不仅是因为这件事与东华凤九相关, 更因为这还关系到魔族万千子民往后的生息。 东华一人部署得格外妥贴,折颜本就知道的不多, 多是从蓝鱼鸟内听到的,除去魔族这边, 东华还让天族连三殿下做出神武杖守住范英谷, 续扬死后我一会赶往范英谷协助连三殿下。 邵婉的表情僵了下,虽然折颜说的是大实话, 但她听地不是很舒服,你们天族真是残忍, 续扬还没死呢,你就这么算计吗? 折颜道,这不算算计。 又道,而且我也不算天族,你说了我算你的同族? 也是因为你,我允许她死。 看了眼续扬,声音放地有些轻, 不然我可以拿药掉这口气再掉个几万年, 好让五药星镇延续下去。 某些程度上,她并不在意一个魔君的生死, 让续扬有尊严的死去, 而不是就着天下大意让她痛苦不堪地活下去, 这已经是她看在邵婉的面子上做下的最大私心。 邵婉理解,但她不能接受。 对于她来说,魔族的子民都是她的孩子, 续扬也是她的孩子, 没有一个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死去, 尤其是续扬是个很好的孩子。 那我还真是多谢你了。 她干干地笑了两声,不想看折颜。 邵婉坚持要守在续扬身边等她醒来, 她说她知道续扬醒过来不久后就会咽气, 但有她在这里陪着, 这个孩子走的时候起码不会太落寞。 折颜拗不过她, 甩手留了一道灵力, 给她围细化影, 带着小燕魔君去守秦摇山。 续扬一死, 无妖星阵破, 苗洛必定会在第一时间夺回自己的血泪。 这些年, 苗洛安帝积蓄力量, 如今她又吞了翻阴谷中所有生灵, 吸尽了谷中灵气, 实力不知道又高到哪里去。 哪怕是带上个烟齿物, 折颜也没有多大把握, 能在无妖星阵阵, 破后, 守住血泪, 但即使微乎其微, 她也总得去拼一拼, 搏一搏, 还没有到最后一刻, 她就不可能先一步向渺落低头。 冬至是个好日子, 这一天东华和凤九要办婚宴, 这一天昏迷了数日的续扬魔君, 也悠悠转醒。 续扬是做了一场好长好深的梦, 醒过来后, 待了好一阵, 才反应过来, 在那茶色莲帐上一约可见的花纹, 是自己一族的图腾。 她疲惫地闭了闭眼, 一歪头, 瞧见少婉坐在她床前, 像一个母亲一样, 恋爱地看着她。 母亲, 她已经很久没有再梦见过母亲了, 胸口传来顿痛, 像海浪一般此起彼伏, 她感觉不到自己的四肢与身体, 似乎全身还能动弹地除了脖子就剩上面的这颗脑袋。 喉咙像吞了快炭一样的烧疼, 她艰难地咽了口水。 她知道自己快死了。 对不起, 续扬对着少婉露出一片溃涩, 我没能做得更好。 少婉只担心, 她的声音听上去很雅, 关怀到口渴吗? 要不要喝水? 续扬听爸恍呼了震, 下一刻泪水便涌出眼眶。 续扬不是一个轻易落泪的人, 在下属与同胞面前, 她永远是坚强, 勇敢, 值得被托付的形象, 此刻却哭得像个孩子, 生生宛若是在忏悔自己的过错, 对不起, 我那么没用, 那么识人不清。 如果, 如果我早点看清, 孽出银, 就不会中毒。 如果我能再强大一点, 我就能把族人保护得更好。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她哭到咳血, 哭到声音沙哑。 少婉心疼地看着她, 虚无的身躯, 无法为她挽累, 她只能柔身安慰着, 别这样说, 没有人比你做得更好。 续扬, 你尽力了, 再没有比你更尽力的孩子了。 续扬剩下的气力本就不多, 光是这一顿哭又被抽掉了大半。 她消停下来, 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息, 残留的泪子被蒸干, 她看到少婉半须半食的手, 正在她手臂处, 坐着安抚式的拍打动作, 即使她感受不到, 她也继续坐着。 恍然间, 续扬想起了她早逝的母亲。 在那些谨慎的, 关于母亲的零星记忆里, 她激进要遗忘母亲的面容。 她只记得幼时, 每次犯错, 被她父亲鞭择到下不来床的时候, 母亲会昼夜不息地守在她床边, 轻拍她的手臂, 给她唱童谣, 在那段温柔唱词里, 她会暂时淡忘身上的伤痛。 此时, 在她眼中, 她母亲的身影于岁月里逐渐清晰, 与少婉的身影合二为一。 是了, 少婉就是她的母亲, 是魔族所有人的母亲。 如果不是母亲, 不是家人, 她又怎么会在这一刻仍守, 在自己身边, 陪着如风中残烛般, 即将咽起的自己。 她又想起她的父亲, 在临终之前, 将整个赤之魔族托付给她, 又想起为她牺牲的臣子, 想起在神魔大战中, 失去孩子无力哀嚎的夫妻, 想起在秦瑶山附近一条条, 被鸟络路走西时的鲜活生命, 她记得她们的脸, 记得她们不甘死去的表情, 午夜梦回时, 她们都围绕在她床头, 叙叙不休, 斥责她的无能。 祖宗, 续阳睁着心红的眼, 七创地道, 你说, 她们会怪我吗? 我父亲母亲, 她们会不会责备我? 怪我这个魔君做得很失败, 丢了她们的脸, 她们会不会很失望, 会不会不要我, 会不会不认我这个孩子, 会不会等我到了黄泉, 也见不到他们? 会不会? 会不会? 可嗨嗨嗨嗨嗨? 她问得很急, 怕自己之后便没了力气, 她甚至想要挣扎地爬起来, 结果没成功, 反而是又渴了一大口血。 绍丸很怕她就这么把自己霍霍走了, 慌忙到, 好了好了, 你别说话了, 听我说。 她安静下来, 也不得不安静下来, 她无奈地叹了声, 扮着手上轻拍的动作, 柔声道, 没有哪个魔君做得比你更好, 没有谁比你更像一个魔君。 我为你感到骄傲, 你的父母也一定是你做骄傲。 手吁吁地拂过她的眼睛, 你这一生已经够累了, 闭上眼睛, 好好睡一觉吧。 一股巨大的疲惫感, 冲击全身, 绍扬仍不甘地睁着眼睛, 视线划过房间的每一处, 想要寻找着, 小燕, 小燕在哪? 小燕在哪? 小燕在该在的地方。 少婉说出这句话时, 绍扬骤感畅快, 她如是重负, 那常年锁着忧虑的眉头, 也终于舒展开。 少婉闭了闭眼, 轻轻唱起歌谣, 睡吧, 睡吧, 在梦里长大, 睡醒了, 就能把十里功拉响。 睡吧, 睡吧, 快快地长大, 长大了, 能同阿兄阿爷上战场。 这是魔族每一个母亲, 都会为孩子唱的歌谣。 这是绍扬母亲, 为绍扬唱过的歌谣。 绍扬气弱由思道, 小燕在该在的地方, 很好, 这很好。 小燕, 魔族交给你了, 要护好魔族, 小燕, 要护好魔族。 他看到寝宫亮起的光芒, 他看到了母亲, 看到了父亲, 看到了他的兄弟, 他明起一抹笑, 我没有丢翅之魔族的脸吧。 想问他们, 又想再问自己, 他伴着少婉的歌谣声, 伴着对小燕的稀迹, 伴着自己心中的不甘, 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在魔族的传说里, 他们的归宿就是星空, 死去的人都会化作天上的星, 为活着的人照亮回家的路。 少婉看着续扬的身体逐渐溃散, 化作点点赤色的星光, 他唱着唱着, 编入了一段新词, 睡吧, 睡吧, 梦里有阿爹阿娘, 一家团聚别在悲伤, 窗外飞入几片暗淡的星星光, 与赤色星光融在一起, 少婉相信, 这是那些仍不肯离去的将士们。 睡吧, 睡吧, 放心的睡吧, 死去的将士们啊, 请和这个孩子一起安睡吧。 睡吧, 睡吧。 他这么唱着, 目送那片明明暗暗的赤色星光离去, 希望他们能在星空中 与他们的家人们团聚。 伴随着续扬的死, 无药星震破, 折颜与小燕魔君, 终究是挡不住渺落, 被他抢走了血泪。 秦妖山山头, 被扎塌, 他胜利者的笑声, 回荡在魔族的天空, 像要震碎所有人的耳膜。 渺落你不得好死, 小燕魔君从不输气势, 渺落贪得无厌, 甚至想要吞噬魔族祖宗的神石。 一道红灵字崩塌的秦妖山头 飞出无事一切的直闯入续扬的寝宫, 少婉淡定地坐在床头, 看着那条所自己命的红灵巢, 自己逼近。 在红灵即将触碰到 栖身的欲绝的瞬间, 树道见光闪过, 红灵在寝客间变成了一条条碎段。 一个香色的身影, 挡在少婉面前, 横见而立, 沉香之魔君, 寿卿之魔君相托, 前来护驾。 他往后看了一眼, 眼神坚定, 请您先回到欲绝里, 臣一定会将您护送到安全之地。 少婉却将头一歪, 靠在床柱上, 淡淡地笑道, 不, 我就坐在这。 渺落要来那边尽管让他来, 我是魔族的祖宗, 魔族的第一代王, 我自有为王的风骨, 我不会逃, 更不会躲。 渺落要吃我, 也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在。 这就是魔族女神的风骨。 香之魔君提见眼神一宁, 那臣等是以生命守护我王。 而飞, 苍, 干几位魔君, 也正在丹林宫外, 与盗盗红灵厮杀。 秦瑶姗姗脚下, 折颜宁眸看着自秦瑶山头, 源源不断飞出的红灵, 又看向小燕, 看来渺落不息奋出了一重魔力, 幻化红灵想要吞噬少婉, 但我想你们应该可以应付。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我要去范茵谷帮连宋。 小燕听到范茵谷三字的时候, 脸色一白, 你说范茵谷怎么了? 折颜听闻过, 这位小燕魔君曾领命镇守范茵谷, 但他并不知道小燕与比翼鸟族的故事, 又怕自己多玩几步连宋会出事, 便言简一概地将自己知晓, 告诉小燕, 渺落冲破妙遇渊, 导致浊息外泄, 比翼鸟族王室, 除郡主外接训谷。 小燕听霸脑子里轰隆了一声, 脑海中闪过萌哨, 笔叶, 还有那些对自己还算不错的比翼鸟族, 王室族人的脸。 他森然地笑起来, 紧紧握着剑, 周身魔气大掌, 眸子已成血般的诡诀赤色。 折颜往后退了一步, 小燕对他说道, 你走吧, 魔族交给我们。 我相信你们一定打赢渺落, 他一身血债, 手上尽是无辜人的血, 该是天收的时候了。 说吧, 往天上挥出一道剑气, 斩断了树道红灵。 折颜看着周身, 溢出青色魔气的魔君, 不知道他从哪里受了那么大的刺激, 也无心管他, 道一句, 别再渺落前头死了。 后, 展开羽翼, 长鸣一声, 直往范英谷飞去。 那一日, 连宋君收到一封 由比翼鸟族神官长带上来的书信。 书中所写, 乃是让他及九重, 天鹊三十六位, 上街武神的仙泽, 凝成一个神武杖, 套在范英谷上空。 他得信后即可动身, 在谷上展开结界, 甚至化作原身守在上空。 幸有结界, 范英谷沦陷时, 浊息才没有泄出范英谷。 而且这个结界上有着武神, 刚正杀气, 如细语般落下的仙泽相一把, 把刀不停地给苗洛本乡造成伤害。 苗洛为了冲破妙一冤, 魔力尚未恢复, 又有神武杖在, 总能再参他一二。 不成想虚扬魔君轰视, 使他收回了秦瑶山的血泪, 魔力在掌。 即使他现下没有完全吸纳血泪, 看着头上暗眼的神武杖, 也急不可待地打出一击, 直径打出了一个洞。 他在打出一击, 魔气自破洞而上, 打在了守在上空的银龙腹上。 连颂痴痛一声, 往附近山头跌去, 化回人参, 捂着胸口出一大口血。 连颂看着道道红色魔气, 正从神武杖的破洞中涌出, 裂痕自破洞出巢, 四面八方延展, 隐隐有碎裂的趋势。 不行, 不能让他冲破神武杖。 连颂挣扎着爬起来, 盘腿而坐, 一手捂着自己腹部的伤口, 一手作剑指撞, 源源不断地往犯阴骨上空, 输送先则, 试图将神武杖的缺口补回去。 然后, 他补缺口的速度远没有秒落, 冲击神武杖的速度快, 也远没有他伤口流血的速度快。 他扑的一声, 喷出一口血沫, 双手称帝, 眼见着神武杖即将破碎。 千军一发之际, 苍和剑自远方飞来停在破洞上, 磅礴仙泽自剑间流出, 在寝刻间将神武杖修补完成。 谷中的渺落, 看着上空流动的紫色仙泽, 不禁闷哼一声, 又是你, 东华。 有一掌拍在连颂背后, 强悍的仙泽往他灵脉里送, 流向他正鼓鼓流血的伤口处。 凝神, 调息。 听到熟悉的声音, 连颂也不知线下该喜该愁, 你不该在这里, 该在婚宴上。 东华道, 我不来你就死了。 连颂朝身后一吼, 那你就这么在这大喜日子里, 辜负你的妻子吗? 他想起他在祭天大典前, 曾千丁万主东华, 不能辜负凤酒, 欺然地一笑。 东华给连颂书去足够的仙泽后, 缓缓起身, 紫色的衣媚在连颂眼前飘过。 东华道, 这个天道, 终究是要我在小白和天下间辜负一个。 又道, 但小白自在这天地间, 我不负天下, 也不算辜负他。 耳边想起凤宁生, 东华朝连颂看了一眼, 保重。 话音刚落, 人便往传来凤宁生的方向飞去。 东华, 连颂叫不回他。 东华与哲言在神武杖上空巨头, 他告诉哲言, 连颂没死。 哲言骂了一句, 混账。 东华一身喜色刺得他眼睛疼。 东华道, 来得匆忙, 来不及换衣服。 哲言难得粗鲁地说道, 换个屁。 打完了回去, 接着行礼。 东华笑了下, 你现在这副样子看着倒向本军的长辈。 对, 我就是你的长辈。 哲言话出符摩琴, 横在身前, 食指放在琴弦上, 神武杖以我一己之力, 也撑不住太久, 你快去快回。 东华道, 我将仓盒留下来助你, 若你撑不住他自会, 帮我展开星光结界。 混账。 哲言又骂了一句, 眼角处, 泛出水光。 不会到这么一刻的。 他道, 我们一定能解决掉渺落。 东华道, 但愿吧。 三万年前, 他因红气与自身重伤的缘故, 无法渺落。 这一次, 他再三部署, 但愿能彻底杀死渺落。 他穿过神武杖, 带着一枪孤勇飞入泛阴谷。 他往那磨气最深最重储落, 脚尖轻盈的一点, 踩在一块砖上, 覆手而立, 显得格外优雅。 此处是灵书台, 比翼鸟族的形台。 此处煞气最重, 渺落就在这里, 恭候东华帝君大驾。 灵书台上, 供着比翼鸟族的形形圣刀, 刀可化作一只白鹅虎。 此时这只虎正匍匐在渺落脚下, 眯着眼睛, 享受着渺落的爱抚, 乖巧地像只猫。 渺落去了一眼东华, 又看了一眼天上飘着的仓河。 连剑都不带, 你还是像从前那样自信又自负。 东华掌心画出紫色仙泽, 十分霸气地来了一句, 杀你, 不必用剑。 渺落眸子一宁, 白鹅虎起身睁开双眼, 露出混沌的眼珠, 向东华露出凶恶的嚎叫。 哼, 一个誓言可以守多久? 历史的初心, 可会因为子孙传承而变改。 三万年前, 比鸟族向东华帝君立誓效忠, 此誓如不灭的心火代代相传, 数十代后仍忠诚不减, 一心一意, 即使最后要赴上生命来见首, 亦无悔无怨。 这就是比鸟族的决心。 生于三万年前, 十人王军承担下 看守庙医院的重则里, 传承在今时今日, 全体王族死守范英谷的行迹中。 这份决心是伟大的, 但这份伟大为何会生在自己的族群中? 杰律年幼时, 曾被希泽亲自领入齐南神宫。 在神宫的狼环阁中, 他跃遍比翼鸟族入股至今的历史。 厚重的史书里记载着, 在其他羽族部落奋力向九天飞翔, 开拓自己的疆土时, 比翼鸟族只能缩居在范英谷中。 作为羽族中最弱小的一只, 他们没有飞翔九天的力量, 甚至连羽翼都不完全, 也经受不得红尘灼气。 历朝历代的比翼鸟族, 王军最大的使命就是要带着族人活下去, 不让族脉断送在自己手上。 就是娇弱的, 随时可能会消亡的足迈, 却承担着这样大的责任, 传承着这样沉重的誓言。 为什么呢? 彼时的他并无法理解。 当他带着这个疑问去找希泽时, 后者正靠在某个书柜旁, 手里还捧着一本书。 他听罢他的困惑, 视线自首上的书上挪开, 俯视着他, 他也仰着头看着他。 看了他一会, 他将书一盒慢慢地蹲下, 他随着他的动作, 缓缓将自己高昂的头低下。 他与他平视, 问道, 你真的想知道? 他点了点头。 他笑了一下, 这个笑成为了他在成年前, 对他为数不多的记忆里的一个温馨的画面。 以至于, 在那之后, 蒙少每月十六到神宫上学, 归来同他抱怨, 希泽大人太严格时, 他都会露出一副不解的表情, 然后说不会啊, 我觉得希泽大人很好啊。 定是王兄, 你功课做不好, 惹得希泽大人打你手板, 你才会说他严格的。 又好一段时间里, 蒙少都以为他喜欢希泽。 希泽摸了摸结绿的头, 看着这个年幼的小姑娘求知的双眼。 他道, 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好了。 之后, 希泽便同结绿讲了一件往事, 一件只有历任神官长和王储王军才会知道往事。 故事须从三万年前那场神魔之战开始说起。 众多羽族部落的历史, 皆是在这一战中被改写。 魔族向天族宣战, 寓意吞并四海八荒。 渺络释放魔尊毒吸污染, 天地氢气, 以养氢气生息的羽族首当其冲, 虽然后来有凤凰放出, 不灭火净化毒吸, 但有不少羽族部落, 却没能熬过这一场劫难。 其中的比翼鸟族, 在此之前, 强壮到能与凤凰并肩齐飞, 受毒吸所害后, 血脉受创无法复原, 新生的小比翼鸟大多缺损一亿, 身体也变得格外较弱。 折掩乃凤凰之首, 庇佑整个羽族。 他见渺络拿羽族开刀, 震怒之下披上战甲, 投入东华帐下。 而羽族各部, 也响应折掩的号召, 带着辛仇旧恨, 奔赴在战争的最前线。 比翼鸟族, 将全族精锐, 投入战场, 无意归还。 原本强悍强盛的族群, 经此一役, 族民锐渐, 血脉受损。 往后, 比翼鸟族, 只能做一群兽, 不过千的地仙, 再无飞升上仙, 上神的可能。 这样昏暗无光的未来, 比翼鸟族当时是认了的, 可当新生的小比翼鸟, 因承受不住红尘灼气, 接二连三的夭折时, 它们突然意识到, 原来损伤的血脉, 使得天地间, 已经没有了能给它们孕育下一代的地方。 此时, 它们就像在战场中, 失去父母, 又身患不治之症的孤子, 衣衫褴褴, 站在一片废墟里, 颜面哭泣。 会有人怜悯, 会有人叹息, 却没有人能伸手救它们。 它们只能默默等待着, 等待着死亡不断靠近, 最终将自己吞噬, 等待连族鸟都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它们痛苦, 绝望, 又无计可施。 时任王军相礼宿, 不愿看着传承不息的族脉, 一息断送在自己手里。 它上天向各路仙人求救, 皆是无果。 万般无奈下, 它寝入一十三天, 跪倒在东华帝君跟前。 比翼鸟族今日放弃所有战功, 一族自愿立下死士向帝君效忠。 以此, 向帝君求一个活路。 听说, 当时听见香里肃这般誓言时, 帝君难得的正金为作。 死士效忠, 便是等于将一族性命卖给了帝君, 往后他们的生姜不为自己生, 他们的死也必须是无怨无悔地为帝君去死。 哪怕哪一天, 他一时心血来潮, 将他们练了去, 他们不仅不能拒绝, 还要以此为无上龙光。 这四海八荒中, 有不少族群部落向帝君立誓效忠, 大多是宣表自己的赤胆忠心。 真正立死士效忠他的, 几十万年的时光里, 也只有寥寥几个不足, 而他们也皆是向今日的香里肃, 一般以死士向东华, 换取一个只有他能做到的事情。 且死士将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虫鸣鸟族就是在远古时期, 向东华立死士效忠, 如今的族长邀陈君, 便是指手先辈的誓言, 带着整个虫鸣鸟族奔赴战场, 最后没有一个人回来。 立下死士的不足, 大多下场凄惨。 而东华是因为他们立死士换取的事, 做起来很有挑战性, 才默许了这场交易。 没人知道当时的东华帝君是如何想的, 也许是因香里肃, 为国为民地真心打动了他, 也许是单纯想看看这个弱小无比种族, 究竟还能撑过几个年华, 不论如何, 他最后是接受了比翼鸟族的誓言。 与之交换的, 他在红尘之外辟出了一片山谷, 其命名为范茵, 又往谷里投入封印摩尊渺落的妙一渊明镜, 比翼鸟族由此迁入谷中, 是代替东华看守妙一渊。 而向里肃, 在族民安定后自已, 化为石鸟立于谷前, 成为了戒碑, 他的一生修为, 尽数化作一个结界, 笼罩住范茵谷, 将范茵谷彻底隔绝, 在四海八荒之外。 比翼鸟一族历史, 就此开启新篇, 以为帝君守卫, 妙一渊为无上荣光。 杰律自他年幼时, 知晓这桩密心后, 便对东华帝君, 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帝君每十年入范茵谷, 讲学一次, 他是他的学子, 与他同期的学子, 皆说帝君生的貌美, 但冷面冷心, 不重生死, 估摸着那天字个死在他面前, 他这个做老师, 也不会释手搭救吧。 类似这样的话听着, 他总是说, 不免为帝君说话, 急了便反驳一顿, 因他知道, 帝君对比翼鸟族的 联名早就施展在三万年前, 也许对于当时的 项李肃王军来说, 是比翼鸟族 以死士换取了存足的希望。 但事实上, 彼时的比翼鸟族 变得那么弱小, 什么都做不到, 什么也做不了, 而帝君接受下 这样弱小的族群的死士, 也许打从一开始, 也不打算指望 他们能做到什么。 不过是给了台阶, 交比翼鸟族 得以维护住自尊心。 节律告诉凤九, 当天宫传信官将 王兄他们训谷的消息 传给我时, 我难过得很, 我想到他们是约 好了瞒着我, 连死都不让我赔。 但希泽大人说, 王兄他们是以己身 践行了自速 先王起传承下来的誓言, 他们守到了最后一刻, 他们没有辱墨王室之名, 也没有辜负帝君的信任。 我应该为他们而骄傲, 为身为他们的妹妹, 子侄而自豪。 他俯上凤九的脸颊, 拇指抹去眼角的泪珠, 所以小九不要为了王兄 他们而哭泣。 他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见守了我族的誓言。 凤九此时一把打开结律的手, 低着头摇了摇, 长截颤动, 泪珠滚落。 他想到了一些事情, 想到了自己与渺洛间的关系。 他忽得有了一种猜测, 若是他从未踏入过范英谷, 苗洛是不是找不上他, 苗洛拿不到他身体里藏着红气, 是不是就不够力量, 冲出结界, 灼溪便不会外泄, 比翼鸟族不避千古, 蒙少他们也就不会死。 是不是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到来, 是他入骨, 才将比翼鸟族推上了死亡的结局里。 自责。 他自责地不敢看结律的眼睛。 我不晓得你在想什么。 结律轻亮的声音在凤九耳边响起, 但感觉得到你有话想对我说, 但碍于什么而没有说开口。 我也不会问你, 因为有些事情我最好不必知道。 又道, 不过要是你是忧心泛因谷, 我倒会劝你宽心。 听说那位传信官面见我的当时, 天宫连三殿下一亿奉命前往吊府, 虽说这之后一直没有消息传再来, 但没有消息便是一个好消息。 那一股的灼溪暂时是动不得, 但我相信帝君有办法去解决的。 停了停, 泯出些笑意, 不过这一切都要在你和帝君行过大礼后才能去做。 凤九觉得结律变了, 明明他俩不管用什么算法来算, 自己都是年长的那个。 可如今看, 哭鼻子自己倒向个未长大的小妹妹, 安慰自己的结律到更像个知心姐姐。 曾闻结律是同辈最小的郡主, 备受哥哥姐姐们的宠爱。 他原本会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 但失去血亲的伤痛, 终究使得他这个不安适适小姑娘成长为 一个成熟稳重的大姐姐。 想至此, 凤九心中的自责又重几分。 结律自秀里, 抽出一条丝帕, 攥着丝帕一脚往凤九脸上蹭。 见后者有些躲闪, 他便向哄小孩子, 似地说道, 你这人啊, 小孩子气。 明日就要行礼了, 你还乱跑。 还要哭, 你明日就要行礼了, 这要是把眼睛哭肿了, 届时刻怎么上妆。 结律捧起凤九的脸, 宁是这张哭得乱七八糟, 却油然透着眉的脸。 他想到, 他那些哥哥姐姐从前见他维护帝君, 总以为他是年少猛逼迷恋上的帝君, 时常苦口婆心地劝说他道, 帝君之余我们, 就是静岳湖里独一枝的扶渠, 远远看着就好, 切莫生出非分之想。 我们不过是群帝仙, 怎能奢望与这世间强大的神明作伴。 他自然不会对帝君有非分之想, 也不敢有。 但他也曾幻想过弱帝君迎娶地后, 该会是个怎样的姑娘。 直至看到凤九, 他所有的幻想终于与现实重叠。 美丽, 善良, 强大, 宽爱, 端庄, 所有赞美女子的词汇, 都可以放在凤九的身上。 也唯有这样的姑娘, 才配得上东华帝君。 杰虑道, 明日可是你的大日子, 女孩子这一生多, 也就这么一次机会。 作为你的朋友, 我虽不能前往, 却是希望你能办得美美的, 穿上凤冠霞配, 以美好的模样与帝君行礼。 语气里, 有几分遗憾, 但更多是憧憬。 凤九南南问, 明日你不来? 怎么能来呢? 杰虑额头抵了下凤, 凤九的额头, 我还在丧妻, 入你的婚宴, 岂不是会冲撞你的喜气? 凤九紧紧追问, 难道帝君帝后行大礼, 众仙接来赴宴, 独你比翼鸟族, 不派一人来贺喜吗? 杰虑那那的回, 有希泽大人他, 我要你。 凤九一把, 扣住杰虑的双肩, 眼神坚定, 你是我的朋友, 就算不入席, 也不来看看我吗? 线下不是已经看到, 线下是我主动的, 不算。 杰虑正了正, 在他眼中凤九活, 像个撒娇耍赖的小妹妹, 他有些无奈, 小九, 你不要闹。 凤九道, 就闹。 他才不管冲不冲撞, 喜不喜气, 说他是任性, 耍赖怎样都好, 他想让杰虑来。 彼时一番不辞而别, 他错过了与蒙少的最后一面, 他心里害怕, 害怕一旦杰虑离开自己的视线, 他也要错过杰虑。 后来, 两人陷入了奇怪的争吵里, 直到东方吐白, 凤九也不肯退让。 无奈, 杰虑屈服了。 两个姑娘前脚刚刚翻入凤九的闺房, 后脚便有人敲门请入。 小殿下, 你可睡醒了。 米谷带庄娘过来, 为你梳妆了。 门外是米谷的声音, 凤九打着哈欠英好。 米谷此前并没有与杰虑打过照面, 对凤九房里多出来的这个姑娘也不太留意, 一心一意在乎着他家小殿下当前的大喜事。 小殿下, 姑姑和叔叔伯伯, 还有福密仙母, 他们都到了。 还有二殿下, 他们此刻就在狐狸洞迎客, 二夫人让米谷先让庄娘给你搬上, 她老人家过会就来看你。 这项米谷还在汇报, 那项几个这粉衣的庄娘已经淋漓地干起活来。 一个将凤九迁到梳妆台前, 一个直径, 还有几个打开了脂粉帘, 挑选着适合凤九装面的胭脂和眼妆色。 麻利的几个人倒是把杰虑挤到一边, 叫他有些尴尬地傻站着。 凤九一夜未睡, 此刻听着弥鼓声音, 两眼皮直打架, 叫他先去帮他爹娘, 摆摆手便打发他退下。 杰虑见凤九犯困, 想到杯浓茶给他醒醒神。 可房间里备的茶水早就凉了, 杰虑好不容易用法力将一壶茶水闷热, 一回头去见凤九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杏儿这几个庄娘都见过大风大浪, 一人站至凤九身后, 好让她靠着自己, 顺便拖起她的脸。 一人执着眉笔, 小心翼翼地给她画眉。 杰虑小声地问年长的那位庄娘, 这样成吗? 这位老嬷嬷颜面轻笑, 没事儿, 这几个丫头手倾着呢。 无碍无碍, 老深也见过新嫁娘, 出嫁前一晚, 心情激动睡不着, 行李当天化妆时大瞌睡的, 只是没想到我们小地鸡也会是这般, 不过地鸡睡着了也好, 上妆还快一点。 戴凤九打了个瞌睡醒来时, 离急时还有那么一点时间, 她还是觉得困, 正想揉揉眼睛, 有人却轻柔地推开她的手指指她, 并道, 殿下当心, 切磨毁坏了奴婢们方才画好的妆面。 啊? 凤九迷茫地抬头, 正瞧见老嬷嬷, 侧开身子露出身后的小庄娘。 小庄娘捧着铜镜上前, 凤九看着镜子里自己娇艳欲滴的唇, 清带勾勒的眉目, 略失飞色的两颊,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刚刚不小心睡着了, 没想到你们这就花好了。 捧着铜镜小庄娘看凤九, 看得出神, 小脸羞红地, 说道, 殿下今日真好看。 凤九朝小姑娘笑, 好看也是你们的功劳。 老嬷嬷一笑道, 殿下本就国色天香, 奴婢们的手艺不过是为您锦上添花。 她上前将凤九扶起, 又道, 请殿下换上婚服。 穿上紫色婚服, 戴上素银凤冠, 插上凤凰不摇, 凤九拂袖回眸的刹那, 竭律只觉得, 这世间任何用来形容女子美貌的词汇, 都概括不了凤九此刻的美。 杰律原本遗憾于, 不能在宴席上看到凤九, 却善掩面, 走向帝君的画面, 然此刻亲眼见着了这双凤冠侠配, 明艳动人的凤九, 亦感到满足。 小庄娘垫着脚尖, 为凤九系上腰带。 杰律往凤九手里, 塞入一直用法力温着的热茶, 凤九喝了觉得, 醒了许多, 悬而轻声问杰律, 好看吗? 杰律一轻声答, 好看的。 你是我此生见过最好看的新嫁娘。 凤九一时羞红了脸, 老嬷嬷向窗外投去目光, 拍着长朗声道, 这天也知人情, 今日晴空万里, 正应今日之喜。 喜庆的话还没说完, 朗朗天青的尽头, 突然压来大片黑云, 来势汹汹, 势头如排山倒海, 原本的晴空咒变为一片阴沉沉。 老嬷嬷惊呼, 天哪! 这这这, 这是什么邪屋呀? 天光突然暗下来, 饶式迟钝, 也不可能不察觉。 凤九急步走到窗边, 扶着窗帘向外探取, 浓云深处, 看不清事物, 但偶见电光闪烁, 像是神兵相骄。 糟了, 出事了? 凤九本能地爬窗想往外去, 杰绿眼疾手快地将她横腰抱下来, 不准去。 老嬷嬷和几个庄娘也赶忙劝阻。 是啊是啊, 殿下你今日是新嫁娘, 及时前你都不能轻易露面的。 这可是规矩, 殿下莫慌, 外面有姑姑和几位君在, 你且定定。 殿下殿下, 你可不能乱跑, 你要是出什么岔子, 我们担不起的。 凤九被这七嘴八舌, 吵得心烦, 呵斥一声, 我青秋, 向来民风淳朴, 哪来那么多规矩要手。 我先是青秋的女君, 青秋遇事, 我怎有龟缩之理? 全给我让开。 一时间鸦雀无声, 庄娘皆退让前路。 唯有节律, 单手如鹰爪一般, 扣着凤九的腕子。 她像是铁了心, 不让她走。 凤九正了正, 没脱开, 便掀上个软法子, 软糯糯地说道, 杰绿, 松开, 你力气好大抓得我手疼。 杰绿摇摇头, 道, 不准去。 软得不行, 凤九便是硬的。 左掌画出逃柱剑, 抬手高举, 剑剑闪耀银辉。 庄娘们又是一阵惊呼, 为首的老嬷嬷, 几乎是要哭出来, 殿下呀, 我的殿下, 新嫁娘在行大礼前动兵刃, 可是大忌呀。 管不上这么多了。 凤九道, 一面威胁起杰绿, 你若不放, 我只能砍下去了。 杰绿目不斜视, 我不是小女孩了, 我不会被你吓到。 这么说着, 掌心的温度却逐渐冰凉。 她又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道, 听话凤九别去。 凤九呼得轻声细语地问, 你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凤九好伙伴, 精卫鸟曾提及, 与族皆有预知大县的天赋, 对旁她的生老病死的来临, 也尤其敏锐。 所以, 幼子蹄枯会引来喜鹊鸣和, 老病将是会有乌鸦盘缓。 彼时她细问精卫鸟, 那具体是种什么感觉? 一项文采不出众的精卫鸟, 回答的倒是十分文艺, 就像在心中顿时, 生出一棵名为无助的树, 那树长得枝繁叶茂, 将心团团包裹住, 然后收紧,收紧, 直至窒。 这种感觉, 在面上是呈现不上来的, 但只要感觉到了, 身为羽族, 一定晓得她源头在呢? 只要感觉到了, 身为羽族, 一定晓得她源头在呢? 杰绿不敢答, 但自己的眼神 已将她的内心暴露。 凤九字字紧逼, 你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 对吧? 那我此刻不去, 可是会失去什么? 杰绿眼中已涌出泪花, 若你此刻去, 我也许会失去你。 我已经失去很多了, 我不想连你都失去, 凤九一字一字, 慢慢地说, 像是同杰绿做商量, 可若我此刻不去, 我一定会后悔。 然而, 她根本就没想打商量。 话音落, 眸子一凝, 边念着对不住, 边挥剑砍下, 剑锋却是往她自己手上去。 杰绿煞时松手, 凤九往后跌了半步, 然后立定, 掐绝, 一气呵成, 使了个顺身法, 便消失在众人面前。 而杰绿仍沉浸在方才的惊险中, 方才两人相离的瞬间, 剑锋已划破凤九的衣袖, 稍慢半分, 便会见血。 杰绿从前只知凤九怕蛇, 当她也同普通的小姑娘, 害怕一些事物。 今日方明白, 原来她原是那么勇敢, 又果决的姑娘, 料想在必要的情况下, 她甚至会克服对蛇的恐惧罢。 一个用龙华贵的夫人此时, 推门而入, 目光扫过整个房间, 见着抱在一团的庄娘们, 见着个面生的白衣姑娘, 独不见自己女儿。 她直问, 外头出事了, 九儿, 我的九儿在哪里? 小庄娘自摸摸和姐姐们的簇拥中, 探出脑袋, 怯懦地回话, 殿下见着外面的邪云, 使了顺身法便走了。 此刻, 奴婢们也不知她去哪儿了, 凤九娘脸色骤然变得煞白, 怒道, 你们怎么不懂蓝一蓝。 夫人息怒, 庄娘们齐齐跪倒, 而杰律, 恍恍惚惚地没有跪下, 她就立在那, 双耳嗡嗡作响, 无助感充斥着整颗心, 此刻, 无论外面出了什么事, 她都只希望凤九能能平安归来。 若否, 她将一辈子生活在世, 自己冲撞了凤九的喜气, 才惹来这桩祸事的自责里。